所以等於說拿刀砍你跟講說我們分手 我們分手比較重 對 傷口可以癒合 可是分手這件事是很難的 好會講喔 我還是從小看字典 有耶 就一直想求婚的感覺 完了是一個誤會 美麗的誤會 還是Uber有 Uber是自己有感覺到 後面快求婚了 小燕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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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野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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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多多離多會罵生幹 愛情久了看到對方到底討厭不討厭 早安 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早安靈野 沒錯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愛情常跑的撇步 然后而且他们还是一对少数常见的爱情藏宝的同志情侣 然后就想要问他们说 在一起九年干同一个学难道不会腻吗 还是他们有什么厉害的撇步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在一起还不够 他们好像真的还想要考虑结婚这件事情 到底是有多想不开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这两位来宾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阿威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巴 这两位你们要不要稍微简单讲一下说你们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到现在的话是九年 太久了吧 很久啊 大家讲九年大家可能不会信 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给你们一个默契大考验 如果都错怎么办 他就证明说可以结束这一集了 你们猜错的那一边要上自己巴掌 你说要有声音 要像这样 准备好了 然后你们要写在纸上 他们现在就真的写在纸上 那我们要先问第一题 就请问你们的周年日是哪一天 真的不能漏充给彼此看哦 好公布 诶同一天耶 你们都答对了 我们8月5号 前面比较简单 好险 第二题是请问你们有七年之痒吗 好一二三 不一样 不一样吗 好尴尬 小巴觉得有耶 感情出状况了 我们现在不能解释是不是 你们可以稍讲啊 如果你们想要补充的话 我以为是七年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状况 很会好很会好 读过书的都很麻烦 那再来下一步是 请问阿威吊藏有多长 写下来 哈哈哈哈 我原本你们会拒绝坐台 好一二三公布 是吗 哦 很大耶 差不多吗 你们写差不多165啊 通过了 难怪这段感情可以长跑 为什么就是这个 这段感情长跑的原因就是这个吊藏了 一部分 好好听哦 我觉得蛮好玩的 我觉得可以 好 请写下对方如果用事业爱情友情心中的排序 我觉得他会猜对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 小巴写友情爱情事业 你先回答是不是真的 呃不是 你的正确数据是什么 我的正确数据应该是事业友情爱情 哈哈哈哈哈哈 反而在最后面 小巴觉得他没有事业心 你殊不知他有诶 你有事业心 有啦 阿威写说 爱情事业友情 是吗 应该是事业爱情友情 你们事业都这么前面哦 我们事业就是我们现在很穷 哈哈哈哈 需要事业的钱 我们事业去开的话我们一定是 他是爱情在前面 我是友情在前面 因为我常常见有望色 没错没错 我是见识的望色 会有因为这样一直吵架吧 我们交往初期的时候 常常就是我带他去朋友局 然后他就在旁边冷淡被我冷的拿 好一开始就来问说 你们交往到今天 有没有最看不爽对方的什么 第一题就这样 我觉得是充满恶意的访谈 要揭开你们的伤疤 我觉得小巴最大的问题是 他的公主病王子病很重 真的哦 看不出来耶 他是那种就是 就是对别人很好 但是对我超级 超级不友善的那种 真的吗 他对我讲 你知道 他要干嘛 我们就是买东西 宝宝先出去 我们买东西 不管买多大多小 他连那种小小便当 他都不愿意自己拿 我已经拿了包包 他的包包 然后最后他手上 只是提个便当 他就说给你提 如果你有交往的对象 如果他愿意拿 就都给他拿 谁想拿东西 没错 好那换你呢 他好像就会有一个时间会消失 就是他需要自己的空间 通讯软件还是说 实际在家里也会消失 其实他在我旁边 因为你也会感觉到就是有一个有距离的空间 他就会消失在那 他会躲在房间里 还是说他就算坐在你旁边 你也觉得他不见 坐在我旁边也是 他可能会处理他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去安慰他 或怎样他搞不好还会觉得你很烦 所以你就不能碰他 对 可是我就觉得我交往 就是要有一个人可以摸啊 也可以碰啊 他在那边耍着什么脾气 哎呀 小巴天下很任性 对对对对 我没有 可是在一起久 需要自己的空间吧 我会知道说 这边这时候我们要互动就互动 即使我可能觉得我需要沉淀 我都会想说把它放在后面 可是为什么对方不会这样想 我会 应该说我会 我会就是 你好可怕啊 你怎么做啊 我觉得他会 等一下拼命 我的状况是 我会随时没来由的 突然会觉得说 我现在就想一个人 对对对 他是那种不讲话的哦 他是那种就是 我可以独处的时候 我在开始进行独处 譬如说他不在的时候 我在独处 哦 你好有礼貌哦 是不是 我是试大体 可是他情绪来的时候控制不了啊 可是他是情绪来的时候 他自己用电脑 然后我就会感觉到他情绪怪怪的 之前就是常常为这些事情吵架 因为我用到他就不爽啊 我就想说为什么 所以想分手了吗 哈哈哈 等一下你一直 因为啊 往这个方向走 那好 先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感情好了 你们在一起这么久 彼此的爸妈是知道的吗 我的是知道 我是 哦 去年才知道 他可以分享一下他的出柜 是一个很荒谬 也不是荒谬 所以你是去年才出柜的吗 跟他妈妈出柜 我们身边的朋友经常都知道 对对对对 嗯 是有一天我在看电视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跟阿薇在一起 所以他一直知道这个角色 知道知道 我常常去他家 他也常常去我家 然后我妈就去去看电视 哈哈哈 很凝重 他也没有礼物 真的假的 就安静 对对对 而且我是讲很大声 因为空间就只有 我客厅只有我跟我妈而已 那怎么办 然后我妈就坐在 他就坐在按摩椅上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我就说 妈我跟亚薇在一起 九年了 然后但我妈就 去去看他的电视 这很尴尬耶 对啊 都没有讲话 然后是晚上的时候 然后我还说 妈我今天要陪你睡吗 什么的 然后我妈就说 哦不用啊 等一下中间都不讲话了 都没有讲话 妈妈是会讲话的吗 哈哈哈哈 好没力啊 不是我确认一下嘛 我怕我这样没尊重 我妈会讲话 哈哈哈哈 所以妈妈是很震惊的意思 对对对对 可是我妈 我觉得我妈 跟我很像 因为晚上凌晨 她突然传一句话 我根本就是我 她就说 妈妈心好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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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哦 对哦 我当时看到我也是 马上跟她讲 她一直笑 哈哈哈哈 好妙哦 所以后来妈妈怎么接受的 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啊完了 我要打电话 我就先打电话 给我姐给我妹 然后我姐跟我妹都不在家 所以他们就说 叫你去陪我妈 反正我们家的隔离室 有两栋房子就对了 然后我是睡另外一栋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我妈关机 我过去 她门窗都锁起来 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出事耶 不是就想说是要我过去吗 你传这句话然后就消失了 然后后来就到隔天早上才看到她 诶隔天早上我妈就不在 哈哈哈 不是 你家出丑吧 不是就是 她就麻她自己的事情 哦 然后可是她平常要走都会叫我 或是帮我煮早上 那一天都没有 那什么时候才下一次对话 就是等我妹跟我姐回来的时候 他们才跟她聊 不然她我就很像装作都没事 天哪 她回来说 诶抱歉早上没有煮 妈妈好好好瘦的一个人 诶 跟她一样 诶 她个个性跟她妈妈完全一模一样 真的哦 你有不想成为过你妈妈 这个怎么不想成为啦 没有 当你养成之后你就发现 诶怎么一模一样才发生 因为很多小时候就会想说 我不要当我妈 可是有时候 长大就越来越像啊 对可是长大越来越像 你不会意识到说 哦怎么跟我妈越来越像 反而是有人一提 对别人讲 对啊对啊 可能那时候你已经养成啦 可是你小时候会有那个念头吗 所以我绝对不要跟我妈一样 不会 我也想过不想跟我爸一样 一定都会一样 我的很简单就是 我妈后来她进修之后 就有上过一些关于同志的 哦真的哦 然后她听完之后 她就很开心的发现 诶我跟妳讲 我们讲师就分享了同志 我后来发现原来 同志处境这么可怜哦 我就 我发现我对他们 不会有任何偏见了 然后就顺着这个 我就传讯说我是同志 妈妈是自主去 对她自主的 哦天哪 她很有学习能力 为什么会有这个智慧点啊 她妈很年轻 一方面啦 二方面是我妈就是一个 先不下来的人 对 然后就想一想进修 那进修刚好遇到这种 刚好有讨论性评的课程 妈妈好潮哦 她很潮啊 我完全是两边的家长耶 这个席端子 她也没有回说 有没有接受 她就是已读我的讯息 然后之前我表弟结婚 然后负责那个婚礼工作人 就在那边 然后我妈就经过看到她在弄 然后她就看到我的命在上面的时候 她也特别就跟她说 诶那个小巴 她有没有被放在上面 就是她可以做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 妈妈很那个贴心诶 她就是有一个默默贴心的 那小巴妈妈后来有真的接受了吗 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比较是处于那种就是 不要讲 讲出来的 对不要讲 凯克她也就 就 就只能这样 就只能这样 她妈妈可以黏这个儿子好不好 嗯 哦她需要你 那就你就要利用这一点 没有因为很好笑是 你要威胁她 对 我都会叫我姐跟妹去跟她讲 然后讲完之后她就说 妈妈一直说 她只有你这个宝贝儿子 他妈妈的勤勒跟你妈妈的勤勒好像也是 好可怕 超过等级的 她们是不是同一个群组 有可能 有一个互托的群组 她没有一个守折 勤勒守折 从小学到大 这群人可不可以重新上班 那我们好 我们再下一题 住在一起吗 她现在没有 但我们之前是 是 你妈妈住在一起 四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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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现在是因为 有点像工作原因才对 对 白胎 OKOK 但不会腻吗 因为说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们就是远距离 远距离三年了吧 多远的距离 台东 我在台北 好远喔 然后还有一年 而且甚至有一年 她在台湾 我在泰国 你去泰国干嘛 当替代艺 我是谁的那个范围被缩小了 越来越明显如 对对对 这三年远距离之后才马上就住在一起 对对对 那不会一开始会很紧张吗 其实我还蛮像 她很想要 但我很喜欢远距离 自己跟自己的空间 你跟你妈一样想自己 对对对 然后她妈还想要是刚刚粘人 黏在一起 对对对 完了这段感情 那再问一题喔 你们会想到对方打手枪吗 诶我会诶 我是不打手枪的人 哦真的哦 他不打手枪的 我认真 我不知道从小的 不喜欢 对习惯 然后他后来就是 后来就是成年之后呢 他就不喜欢打手枪了 所以就是 用钢门取代 因为我就会去交往啊 我就有交往对象 我就会跟交往对象做 我就不会自己打手枪 所以你也是做爱的时候 不喜欢打出 诶 被干涉最好 会太吵 怎么很奢侈吗 这件事情 很棒很棒 我自己没体验过 恭喜如 恭喜如 听起来这一对还是 心态上是快乐的啦 那在一起这么久还会打碰吗 我跟你讲 我们一直到他现在 我们没有一起住的时候 我们那一起住的时候 我们今天一个礼拜至少三次 你们不是在一起九年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我来讲还是有信心 我也是 我们现在对你有信心 你对他没信心 信吸引力 对不对 那现在离开后 重新在见面的时候 会打得更凶吗 我就会 很凶 超凶的 真的啊 真的很凶 天呐 大家想一下那个十六六在干小八 好咯 那我们来进入下一阶段路 请问你们过去吵得最凶的是什么事情 那交给他讲啰 出轨 谁 他出轨 小八出轨 你为什么会出轨 我们来听吗 因为那时候是连距离 哦你说前面三年的时候 第一年第一年就出轨 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好身边多一个人 还是你自己自主去找人 谁讲比较好 身材极好的体育系男孩 哦 吃了 大吃一通 真的啊 所以吃多久 哈哈哈哈 我跟他在一起一个月 很短耶 可是我们是 呃 重叠的啊 就我跟他在一起 跟他已经在一起多久了 也是几个月 对几个月 那还好啦很草创的时候 对对对 很草创 就那时候改情还很草创 你可以听他的解释 还我要听 因为我觉得交往就是要有一个人在你身边 所以我其实是没办法远距离的 一开始了 对 可是我那时候是在他活动认识他的 嗯 反正就那时候他很有魅力嘛 然后我就追他 是我追他的哦 你什么脸啊 因为我那时候的心态是完全没有想要跟别人 任何人交往的 对对 我就是以为他喜欢我啊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的那种心态 你好怪 而且他那时候交 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们的 就朋友圈都觉得怎么可能 对啊 因为他们觉得他是无性人 因为他小八是我初恋啊 蛤 对他是我 初恋的九年 对啊他是我初恋的 等一下太多资讯了 所以你之前没有真的交过 没有 可是那之前会打炮 没有 也都没有 世界到底怎么了 所以那你在那之前是有交过其他男朋友 有有有我有 所以你就很习惯身边是有一个人 对我就是要人 诶他以前还是有交女朋友的人 哦对我交三任女友 what the fuck 是真的喜欢吗 不喜欢 那是为了妈妈 为了就是有点像是我有女朋友 我的身价被提高 对对就为了觉得对对对 在朋友圈我的话 因为以前就很深 你好爱慕虚荣 他很爱面子 他很爱面子 你怎么发现他在投资的 这是一个很莫名的状况 很莫名的状况 怎么了 就我因为我们虽然远距 但是我们晚上会规定一个时间 就是视讯 那现在还有skype吗 我公司会用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就skype然后视讯 视讯也没干嘛就放着 对对对就是聊天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个灵光一闪 然后就突然就问他 就问他说 你昨天在哪里 对然后我本来想圆一个很漂亮的话 然后他讲不出来 没有他很聪明的 对我这有一个感觉来一样 他怎么会知道 哦 他有点被戳到心虚 然后在那个交战的时候 选择坦白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那时候是也有秀到一点出状况 完全没有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感觉随便问的 然后结果后来就不小心就坦白了 对我就诚实了 那你很不会说谎耶 小包 也不是他那时候是被戳到 他可能那时候已经在想说 这种感情到 跟那个人的感情要不要拘禁 那个人也知道他的存在 他有点像是在跟我抢他 但是因为那个人就在他身边 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选择选是他 对啊那你怎么选择 我选择他 因为那个人太笨了 太笨了 对不起 他不喜欢笨的人 但是他想 他享受心爱 但是他不喜欢跟笨的人交往 他没办法照顾我 所以他很会做 人家是不是就体育系 还蛮厉害的 那你会有比较心理吗 不会 所以你事后都没有去追问说 谁比较厉害 我啊 你确定吗 这个回答应该回到小爸身上吧 整体来讲那是他比较厉害 哪看他你可以讲 我身材就没有体育系那么好啊 可是从技巧来讲我觉得还是 阿威还蛮厉害 对啊 好坦白 你们可以这么坦白的讲这件事情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常常聊这个啊 所以你们会一直在讲那段出轨的原因什么什么的 就有时候会聊 因为那个人其实也都还在我们的 生活圈 就是还会看到他的东西 对对对 天哪 所以那是这一次之后你们就决定说 你可以接受远距离 因为你原本是不能接受 没有我觉得很妙 是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是要他 我其实还是有几段厌遇 不是只有几个是很多 可是我就我那时候都觉得 他厌遇一堆 我觉得算了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做会对他不好 不好 这个答案好像没有到很发自内心 所以你自己可能还是有想要 当然会啊 可是就会觉得说不行这样子 那你是怎么抵抗那些的 我就去找他啊 我曾经还有一个礼拜在台北 对啊 就是你直接翘课一直找他 对对对 我都是在台北 可是有一年是他在泰国怎么办 他那时候刚好一直在 我在部落 我有妈妈的束缚 哦 妈妈监控你的性爱 对对对 这是算天时地利人合 对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合 你们意外才可以走那么久 哈哈哈 怎么有意外了 怎么是意外 你有妈妈的阻止 那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 你刚才说有一些其他谚语 那阿威有没有其他就是 喜欢上别人怎么样 我是真的还好 我顶多就是就是 缠人家身子 就是你知道 什么意思 就是 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爱 然后身材很好 想要跟他来一点什么 那些人追你 你也不会跟他们干嘛 因为你 不会 哦 然后可是他就算没有干嘛 他还会碰一下人家 你就会觉得很生气 哎 请问一下你在选择我吗 哈哈哈 没有我 我只是在确认他当下的状态 对 是这样没有错 哦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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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中场休息时间 没错了 找来了很久没来的阿威 哦 好失败哦 大家不想我求 哦 对啊 龙龙抢走你的一切风载 嘿嘿嘿嘿嘿 太 syGuayLung 那你最近在家里还好吗 工作 就是就是 边工作边听那个 龙龙的podcast 为什么不是林侣的podcast 哈哈哈 因为 嗯 龙龙 那个比较有效果吧 哈哈哈 超没礼嘛 都 对 刚好 好像都是要看星盆的 拜託 我做節目也很辛苦 沒有訪剛拿來的籠籠 好啦 早安玲瓏 好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先跟大家呼籲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Lina在IG上有做一個抽獎的事情 那這一組抽獎呢 它是抽獎一個4000多塊的組合 它裡面有一些護手霜啊 有一些顏彩啊 很高級的東西 好想要 我最近皮膚很差 對 所以你們一定要趕快去留言抽獎 6月20號以前都可以去Lina 找到那一則天文下面留言 好 那接下來這一開始呢 我們還想要跟大家呼籲一件事 你知道今年已經是同志結婚合法滿幾年了嗎 嗯 十年嗎 有必要做效果 操操操操 其實在兩年 喔 是喔 然後呢 在6月19號的禮拜六 會有一個線上活動 前幾週我跟大家推廣過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影響 所以他全部給他獻上了 然後呢 但是佳榮跟 不是佳榮 佳榮 佳冰跟正榮都沒有改變 佳榮不是那個嗎 不是那位 那就是曹雅文啊 法蘭 變裝皇后 都還是會在線上做表演 所以還有很多很厲害的講座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要去追蹤一個就是大平台的Facebook 跟大平台的YouTube 因為他們會直接在上面直播這樣子 好 大家聽清楚囉 那我連結也會放在上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囉 Apple的留言 那這一位呢 他就是說 必須推啊 他說每天都需要來聽一下 早上通勤必備 現在不用統計盧 完蛋囉 不停了 還有再點嗎 沒有了 他聽不到 希望你還是可以點開來聽 然後再來是 他說龍心大樂這個主題非常有趣 他說他先吹捧 他說節目氛圍好心情不好 都會想聽 然後又想要聽分析 你看大家都要龍龍 對啊 不要你了 在那邊吃味嗎 不可能吧 在玲瓏 然後下一位聊了 喔齁喔齁 他說你們兩個的聲音真的很可以 每天聽到他的聲音都快要高潮了 你耳朵是有問題 你閉嘴 但是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稱讚的聲音 我們就來看看好了 好嗎 如果有人喜歡RV的聲音可以留言 我覺得大家愛在心中就好了 自己也會拍誰啊 好嚕 那接下來是更重要的 糖果娘娘世界 沒有你們就沒有這個節目 當然沒有聽眾也沒有這個節目 那這一位糖果娘娘叫小小 他說 Linia你好 我是從3月才開始收聽的 但是他兩週就把節目聽完了 Oh my god 會不會太頻繁喔 而且很多集耶 我現在回頭看我好像已經70幾集了 很多集很前面的集數都不太能聽 他很努力 對啊 謝謝你啦 然後他就說就是要我好好照顧身體 因為前陣子我還開刀 而且我最近在家裡做運動的時候 我發現我肚臍還是會痛 哎呦 因為我就是開那個那個什麼藍胃炎 所以他是從肚臍擦進去的 所以他那邊會有傷口 我以為好咧 會漏水是嗎 可能洗澡會跑到身體裡面 好那下一位呢是大安郭碧婷 什麼 他說非常喜歡林娘的Podcast 然後也好喜歡龍龍 然後他說 他是身為政大的學長想要來聲援我們 喔謝謝 真的是感謝你們 跟我屁事 然後他說因為最近就是股市有點讓他翻船 所以他沒有辦法就是 董內太多錢 好像好慘喔 你沒有真心耶 但是呢這位娘娘是有問一些心盤的問題 到時候會在後面的急速會跟你們做回復 好 大家就稍等囉 那我們就馬上要來做一個回饋的歌聲 1 2 3 來 分手快樂 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謝謝 好馬上回到這一集 看他們到底可以愛情長跑多久呢 好 那因為我的粉專呢就是有做一個開放式關係的調查 然後阿威呢他就是有投票投同意這件事情 所以就好奇說你們是曾經有討論過開放式關係這件事情嗎 因為我個人的想法是我其實不會排斥 如果你跟別人有肉體關係 沒有感情關係的話我是OK的 你有跟小巴講過這句話嗎 有有有他知道他知道 我沒有聊過 那小巴有去執行嗎 我們曾經因為要去日本 然後又去山溫暖 然後還找了一個朋友做一些諮商 諮商說情侶要怎麼 對對對對對 怎麼搞這個東西 因為我有點不能接受 喔真的喔 你當下是不能接受的 我覺得不行 我就覺得他是我的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 所以你們後來去日本是有真的出具玩 但沒有最後沒有成型 最後沒有成型 就覺得日本好像其他地方也很好玩 然後就一時之間忘記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當時是真的規劃要去那邊發展場一起 本來有 本來想 可是我那時候是有點半推半推 因為我就不行 可是我想說我也想試試看 可是可是我又不行 喔你心中還是有一個想要跟別人玩玩看的感覺 對 不是其實我是有點 他想要的話我為什麼不能 而且他也講清楚他的原諾了 我覺得你是復仇心理 我沒有 我沒有 把他瞄得很腹黑 所以後來到現在的話 你們還是有在討論這件事 還是有在執行 有啊 有在討論 可是我心態很像就有一點改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注意還是很重 我覺得我可能還要一點時間 喔真的喔 所以你現在還是沒辦法覺得說 他可以出去玩 因為他還是我的 我只要想到那個我就會覺得有點 你說那十六六被人家用的時候嗎 我覺得真的 我就會覺得為什麼 十六六是我的 對對對 喔真的喔 可是我有點這麼一直想要掉這個東西 不是 前面很有記憶點 而且我有點想法是 其實我很想聽他到跟別人怎麼樣 可是我有點 又覺得說我聽了我一定會很難過嘛 好緊張喔 所以是從日本出去玩那一次 一直開始討論這件事情 日本之前之前就討論了 日本之前就討論了 所以討論了幾年啊 三...三...三年還四年前的事情 喔所以已經是討論四年還沒有個結論了 對喔 再一點時間 把握青春囉 那...OK 所以你們感情從來沒有淡過嗎 就從來都沒有一個感覺是說 好像沒有以前那麼愛了 嗯...我有耶 我有我真的有 我知道啊你有跟我講過啊 對我有跟他講 是來什麼時期 是我剛上來台北都研究所的時候 就是剛真正住在一起 因為我就說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喜歡自己一個人 然後...可是我又是一個很依賴人的人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崩潰我就哭 就覺得好累喔 就是我幹嘛要跟一個 就是他需要他自己空間的人 然後又不需要兩個人的人在一起 OK 所以等一下這個時間是比例很大是不是 大到會讓你覺得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 我就見有萬事喔 他說他就是參與援運嘛 援助迷運動 接觸一些社會運動 對... 所以那時候你覺得淡掉的時候 你有做任何事情嗎 有我就跟他講 我覺得我們九年這段 有改變我們個性很大 真的喔 對...因為我以前真的是 死腦筋的理性派的那種人 非常理性 就是那種就是 你有...你在生氣 我一定要知道你為什麼生氣 沒錯 就是你要理性告訴我 你為什麼生氣 可是我講得出來 我要聽這些東西 難怪你覺得他很聰明 我要聽解釋 就是你為什麼要生氣 但是他就會覺得說 但是情緒難 對對對 所以等於說你們那一次後 試圖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 就是你知道 我們一定會講開 講開 所以每一次爭執都是這樣 沒錯 你們都會講開 我們爭執不過夜的 蛤...好健康喔 對啊 沒什麼好過夜的啊 這沒什麼 你們有吵到都是帥東西嗎 應該是我 好好聽喔 我要聽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是在離島打工 喔 對對對 那時候連吵到老闆娘 我趕不下去 老闆娘有點生氣 叫我上去睡覺 真的假的 你先休息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吵架 然後他是那種 就是吵不起來的人 然後我就開始 我們在洗碗什麼 我就開始摔 摔碗 店裡的東西 沒有破啦 但因為我們有可能就是 動作很粗魯的那種 老闆娘會生氣 然後我那時候很怕游泳 然後那時候就是嬌炎 然後我很像就是被浪衝了幾次 然後我身上都是傷什麼的 可是他就沒有來照顧 他們還是游得很開心 我就一個人坐在暗上 然後想說 媽的我要走 什麼 他就怯怒 對對對我就怯怒他 反正就當時就是 小巴真的會扣分 你確定要繼續講嗎 沒有啦 那是那個朋友的故事 沒有啦 所以那次是吵最大的一次 沒有吵最大是他出軌那次啊 對 好精彩喔 剛剛那個視訊沒有講到 是他枯萎 你說你們 你出軌後 對然後我們在聊這件事之後 我到時候選擇他的枯萎 你是當天視訊的時候就選擇了他 對對對 然後現場那個男生應該不在吧 不在不在 體育男 然後我隔天就跟他講 那體育男還嫌說 可是你那邊那麼醜 身材那麼差 不要選他 好過分 體育男的禮貌在哪 好過分 好想跟體育男做愛 我心中現在只有這個畫面 Sorry 事後可以看他的照片 但他也有十六六嗎 體育男 一樣可是他是上俏不一樣 對方是生鬼 現在是交你朋友 蛤 所以他現在還在假裝自己不是gay 還是他在雙性臉 應該是假裝自己不是gay 大家都活得好辛苦喔 真的真的 沒錯 那你們有沒有曾經 就是講過說我們分手 我覺得這一題問得很好 因為這一題其實完完全是我們 這段感情的一個最原則的東西 最原則的東西 就是我們絕對不會把分手 當作解決的方法 對對對 我們不會輕易的把分手兩個字說出來 所以等於說拿刀砍你跟講說 我們分手 我們分手比較重 對 這對我玩很大 傷口可以癒合 可是分手這件事是很難的 好會講喔 不會是從小看字典 真的 所以你們在很初期就討論這個原則 對對對 我們有兩個原則是第一個不講這個嘛 然後第二個是做什麼事情都要誠實 所以我那時候才會跟他講 我真的不care 就是他真的不小心出軌這件事情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事後才跟我講 然後你說謊這件事情 所以誠實這件事很重要 那假設你們有一個不小心殺的人 跟你們彼此說 你們會怎麼樣 就是你 我應該報警吧 我應該報警 所以你們會鼓勵對方去自首這樣 對阿 所以不會幫彼此處理屍體喔 我不會 我不會 護短他 對 我不會護短他 因為他有一些社會正義的問題 他如果錯了 我就直接錯 即便他只是想跟我討拍 但我還是會說 可是你錯阿 那小巴你會幫他嗎 我會 我會 我看得出來 那你聽到他講這個答案 你會覺得很心寒 可是這是他阿 喔好感人喔 這就是他 這沒辦法就是他 我覺得還不錯耶 有看到一些你們最基本的原則 而且才兩個規則 好簡單喔 聽起來很簡單 執行起來 有時候你還是會覺得說 我要不要講 那種 喔真的喔 所以有哪些東西是你覺得最該講到你 你問他 你也要嗎 好兩個一起講 我怎樣 就是你們有什麼心理話 是覺得猶豫很久後來還是把他講出來 有很多時候是我的人生規劃這種東西 就我 我很喜歡把問題自己扛 就是有一些心理負擔的東西 我會自己扛 然後就要被人家戳很久 我才會慢慢跟他講的那種 蛤 所以那你咧 我是就是可能跟別人有一些曖昧 然後我想說要把他講 所以都有講 對啊都有講 我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高 他就很容易有厭遇阿 然後都是十六六上場 哈哈哈哈 請你給他把那個簡單列給我 哈哈哈哈 那問一個比較person的問題 在一起這麼久 會不會曾經有覺得說自己不見了 你說就是好像我是 遷就著對方 有一點之類的 我覺得他一開始有 有我有 因為我在家其實都是打掃阿 然後 你好日本女性喔 對 他是那種想要走傳統女性 傳統女性 他那時候本來要考公務員 我就不用那個 上班我就在家 學做蛋糕 你真的有這個想法 你真的有這個想法 然後我想說 這很輕鬆阿 就是 我養他 然後就自己做自己的一些 你小時候就這樣想嗎 還是遇到他才這樣想 看我媽就這樣 因為我媽就是一個在家裡 家庭主事 對 就覺得過得還不錯 完了複製啦 真的複製 都在複製父母耶 沒錯 那你咧 你有覺得說自己沒有不見過嗎 我一直覺得沒有 但是後來在想我以前 然後大家給我的回饋 我才發現原來我有變 像就是 我跟他在一起 一陣子之後 身邊的朋友 為什麼那個阿威 你講話越來越溫柔 他以前超兇的耶 真的嗎 我以前跟他連聊天 他就說你這樣講不清楚我聽不懂 可是他文字還是很兇阿 已經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真的嗎 他以前更兇 我曾經因為跟他朋友 然後跟他吵架 因為他朋友覺得我講錯 可是我也真的錯 可是我就覺得他是我男友 他應該要站我這邊 可是我就覺得你是我男友 你應該能夠就是 你會一直講這種話 你好可怕 他會 他一直會這樣 你就會講說 因為你是我兒子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這一類的對不對 好可怕 這很可怕 沒有可是這些話 我會情勒的那種 這些話我是放在心裡面 是嗎 是喔 展現在他的脾氣上面 對阿 你還是展現出來 全部發在我身上 我展現在脾氣上 然後我就會 一直傳送這個message給他 你說男友 你要記得 你說男友 那你有一開始對這個想法 有任何的 很煩 超煩的阿 超煩 為什麼我是你男友 就得怎麼樣 不用這麼 就是在外面這樣 你自己想要跟我講 或怎麼樣 我就可以吧 可是好像市面上 是不是都是像小巴這樣 市面 市面 你說普遍的人 普遍的人好像都會 有一個預期心理 是說 對方應該要對我做什麼 怎麼樣怎麼樣 我現在也有想到這點 因為他不是這種人 譬如說 譬如說他去洗澡 我就會幫他掛個毛巾在外面 放個鞋子 我就會變得很習慣 就有這件事情 就一直做這件事情 好像很標準 日本傳統女性 一直跑出這幾個字 喔好感人喔 好啦 我覺得這可能真的是互補耶 這樣聽一下 真的是互補 那最後就是有一個疑問是說 你們曾經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之間的到底是愛還是習慣 就是有一些在一起很久的朋友 就會想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是習慣了 但是還是有愛阿 喔 對啊 是習慣了的沒錯 天啊 我就是愛耶 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是對他的 讚猶豫很強 因為九年還可以讚猶豫 對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啊 因為不會膩喔 不會膩 真的不會膩 除非他很煩 要不然的話 就是他如果出現那個情緒 我會覺得很煩 就是不會膩 現在還會有那個很煩的 煩的嗎 現在還是會有 可是我就會直接跟他講 我做一下心情不好表演 先不要煩他 先不要煩他 所以你們現在 吵架的評論 我們會 我們會自我察覺到說 我們狀態是什麼 會先趕快講 然後先處理 對 因為你們好像 有考慮講到結婚這件事情 那是什麼時候想不開 才會想說 欸決定跟你結婚嗎 我對結婚的想法 其實也是很理性那種 就是應該會有保障 他如果出了什麼事 我出了什麼事 我至少還是可以怎麼樣 蛤我的好膚淺喔 我要停 我就想說 要一個 求婚的儀式 然後一個很深大婚的 好好聽喔 不會欸 就日本傳統女性 所以你原本 就有在想這件事 對我有 我說在同婚通過之前 欸我們的想法其實還蠻妙 在同婚還沒通過的時候 我是覺得不可能 他覺得 他覺得不會通過 台灣不會通過 對然後也不可能 但是我那時候是跟他說一定會 然後你那時候就想結婚了嗎 我那時候是還好 我是想 可是我就覺得不可能 對 可能要出乖幹嘛 所以一通過後 你們有在討論那件事情嗎 還沒通過之前 就在討論 我一直逼他求婚啊 好可怕喔 都通過幾年了 怎麼還沒求婚 欸我這樣就逼婚啊 可是求了啦 求了啦 可是不是 不是我想要的 就不是我想像 可是我覺得還蠻 他很過分欸 他剛剛講說不是他想要的 他有講啊 我有講我講 他的求婚真的是超平淡的 是不是很 知慧 我跟你講我們求婚是哪些 我覺得聽了 聽眾一定會想殺我 我覺得 一定殺他殺他 很簡單 結果那天我們就喝酒 我們就是很開心的 討論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喝酒 坐在Uber上 我就傳訊息給他說 就是你要嫁給我嗎 好爛喔 想發明顯不滿 你當下是超不爽是不是 沒有當下 沒有當下是很感動的 喔 因為終於講了 你等很久了 對啊 可是你為什麼那個時刻 會突然想要 我覺得當時他的時刻 一定覺得我會想跟他求婚 沒有 因為他之前一直開我開玩笑說 他不會給我那種很盛大的求婚 那會有一種那種 你隔天早上起來 然後突然就說 欸那個你要不要 至少還有一些小儀式感 殊不知是用一個 對啊 在Uber上 那你為什麼會有那個時刻 突然想要求婚 有嘛有感覺 我覺得我一定是覺得有感覺 才我也剛好做這件事情 那感覺是什麼 我其實沒有欸 我有欸 就有一種想求婚的感覺 完了是一個誤會 還是Uber有了嗎 美麗的誤會 還是Uber有 Uber17有感覺到 後面快求婚了 開始發一些音樂了 所以你當下是什麼想法 就想說我想跟他走一輩子 也不是欸 就覺得好像可以求婚 我本來就想跟他走一輩啦 即便沒辦法結婚 對啊 想吐了是不是 不是好感人 他有這樣想法 我其實就很感動了 你懂嗎就是 他不是這樣的人 然後他突然有這種想法 你就覺得 那看影集喔 我們故事很無聊吧 就是影集的角色成長 才會走到這一步 所以你現在還是在期待說 會不會補一個 沒有就求婚已經沒啦 你還可以再補一個 沒有我就 補結婚了還結婚啦 結婚典禮了吧 而且我們有想過 我們結婚典禮應該跟很多同志婚姻不一樣 是我們的同志朋友應該會很少 我們反而是就是 原住民朋友很多 所以會變成是那個可能主要都是原住民朋友 對對對 那你們會那個嗎 就是特別用原住民傳統的 他想我想 可是我還好 我反而不想要突顯說我們是同志情 就是我沒有一定要掛彩虹旗 可是我是很想用傳統 就不農族的 來進行結婚 好真實喔 你們快要執行了是嗎 還是還沒有掩飾日子 正在想 正在想 走了九年耶 終於到這一步了 你有跟媽媽講了嗎 我有跟她講啊 可是我覺得我姐很貼心 媽媽就生氣 我媽就沒有理我 又是在安靜 媽媽很愛沈默的一招 可是我姐很好是說 她說如果都沒有人簽你的話 我姐願意簽我 喔 好感人喔 然後就滿感動的 那你媽媽那邊應該很樂意吧 她應該是很樂意來抽熱鬧 我們家族的人啊 即便她看不慣你下一代的人 你們下一代自己OK 那我們就沒話說 好棒喔 對阿 我們家人都 她會給你一歲歲那時候 你們不應該這樣 可是你們真的做了她也沒辦法 那是你們年輕人的決定 那是你們那一代的事情 她放手耶 對 我們家族的狀態是這樣 我們沒有我們就一直管 所以我的表情一知道就OK 反正他們都OK 問一下喔 再來就露馬一點好了 好的 你覺得你們是真的愛對方嗎 真的阿 就不然了 一定是真的愛阿 因為我怕她說 你知道愛到後期會有一些責任的一些概念進來 就會感覺可能會分不清楚 我覺得我一直在享受耶 喔真的嗎 你說享受那個責任感 因為我就很熱心阿 我哪有責任感 我沒有責任感 你說享受她對你的愛 她很享受就是 事物竟然把那些東西丟到我身上的那種感 我其實是對那種很親近的人才會這麼的 這麼任何沒禮貌 她是在外面真的超禮貌的 她是那種請謝謝對不起 會放在口中的那種 我已經改不掉了 人裡人外另外一個人好可怕喔 所以對你媽媽也會這樣嗎 互相他們 他們大概是互相的 他們學習了 我在他們家見識過 他跟阿媽只是互相關心 然後後面吵架 什麼意思 互相關心到吵架 你有聽過這種話 我真的覺得 要怎麼關心到吵架 就是她說 你今天應該要去那裡喔 好我知道了 對 她說沒有我只是提醒你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要那麼喜歡我 我只是提醒你說你要去 我知道了 然後就吵架了 我覺得超級莫名其妙的 然後我媽就說不要叫我媽媽 你媽比我媽走得更遠 我媽很多名言 我媽有時候 因為一些吃的或什麼 她就說她的心在堂戲 媽媽還要忙 他們家人如果吵架 她媽媽在那邊就是很生氣 然後突然就是可能要下車說 欸媽你要買什麼 你還知道我是媽媽 對 她會這樣子欸 連她在的時候 我媽還去 媽很愛演戲 她是曾經casting八點檔失敗 是不是 只要在家裡演 我不知道 內心戲也太多了吧 而且我都會把她媽媽這次跟我媽講 我媽就跟我一起笑得滑石爛爛 你很過分欸 她會覺得自己親家母是瘋子 你們會打算互相見面嗎 彼此嗎 沒有沒有成 活動比較多 對對對 天啊還要做雙方家長好真實喔 而且是統治情侶的版本欸 你們有覺得不一樣嗎 我覺得比較輕鬆欸 就是聽跟朋友們之間的 我覺得比憶性更輕鬆 對啊 因為他們不在乎我們啊 對啊 好像也是 我們一直是體字外的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不需要大廢走張 對啊 不要談聘理 真的欸 就很像傳統理事 要路過看一下 然後解一下囉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 就寫反感 然後就剛剛想到 意識念會有一個想法 是不婚幾分 就是說我們走到一個境界 然後沒有結婚的話 那是不是就要分手 可是同學你好像個人就不care 沒有人在 沒有人關心我們喔 對對對 沒有人關心 請一心念學習一下 那最後問一些哲學問題囉 請問你們覺得愛是什麼 這個真的很 我們看反感到 覺得這超莫名的 真的嗎 我就覺得這一段時間講的 不就是在你解釋 什麼是我們的愛嗎 欸 還自己下一個表欸 所以在這一集的 所有的內容 都是你們的愛 對啊是吧 我們解釋了吧 好像是欸 就說個性不合 個性互不 不合 然後一直請了 都接受了 十六十六六 為了十六十六 那最後一個是 你們覺得可以用一句話來講出說 你們對愛情長炮 這件事情有沒有對你知道 廣大的聽眾有些撇步 我覺得我這邊真的是 就是不要說謊 有任何問題你就誠實 就是這問題就是你要講就直接講 而且我覺得東西壞掉就是要修 所以我不是喚心得 好像是某一對老夫妻在說的話 我讓人看過一個slogan 我是覺得不要分手 就是不要把分手當作解決的方法 對 試著去 如果你心裡還有對方 一定有更多的方法 這就是你們剛一開始規定的兩大原則 對啊 我們的兩大原則就是這個 好簡單喔 可是OK 誠實這件事情還是有表達的方式 對對對 所以你們會真的很直接還是會包裝一下 你知道嗎 我會講很久 可是我都會一直托你帶水 然後他就一直是這樣嗎 然後他就一直問 一直用問答方式 到最後才會 可是他是很直接 我覺得他要問到答案 對對對 然後你就是要很包裝 對對對 日本人 哈哈 日本穿透女性 日本穿透女性 好啦 最後到結尾就知道小巴是一個日本人 哈哈哈哈 最後 希望這一集就是沒有帶來你們愛情上的裂痕囉 哈哈 然後每段感情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啦 就是分享這個公司給大家聽聽看 接近一下啦 如果你們就是決定要走向下一步 還是說決定要分手 都可以考慮一下吧 好啦 你們對他們講一些話好了 好好維持啦 哈哈 好簡單 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我不知道要講什麼欸 你隨便回來 你也可以情樂一下你媽 不要再演戲了 好啦 那就今天就感謝那個小巴跟阿威 好 終於講對了 那就這樣子囉 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